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弹指神功的传人 也是今晚的二号选手 闪亮出场 你好 妹妹 谢谢 这边请 谢谢 谢谢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魏亚然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山东青岛 现在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 很漂亮的一位妹妹 刚才我呢 牵了一下手 我摸了一下那个手呢 是很柔软的 一看就不是真正练功夫的 可以揭晓谜底 你所谓的弹指神功指的是 这个不是武术上的一种东西 而是我的乐器 跟弹有关的乐器 那这样我们可不可以 把我们的神秘的兵器 拿到我们的现场 好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听起来我真觉得特别激动 因为我父亲是 以前也是这个音乐的工作者 因为拉的是大提琴 都是弦乐 虽然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弦乐的难度在哪 除了这个个人的技巧之外 天赋 听力 以及乐感 都非常非常重要 他决定了你 你从事这项工作的上线 就刚才姑娘不仅是炫技 感觉真棒 就是我在你的 刚才这段表演当中 听得出来马跑得老快 分免不上 而且呢 我们这姑娘 哑然不仅会这些传统的曲目 听说还练了一首 2019年的最新流行的 冠军单曲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首歌 就是最著名的《魏梦畅强》 我还真没听过《二胡版》的 我的这首歌 听听什么感觉 我还真没听过来的 我还真没听过来的 妹妹 真的好感动 我眼泪差点流下来 我刚才看着你的画面 我也想掉眼泪 当时我自己 有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就是杨帆八十了 然后在夜晚月亮 然后他下巴拖着 在写字台前望月 然后这时候看着电视里 还是越战越勇 当然评委和主持人全换了 这个时候画外的声音 就是他弹的这个 拉的这个 然后当琴弦的旋律 响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 特别沧桑感的杨帆的声音 本节目有记录食材 管理新鲜的 海信真空食材管理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五十年之后 我们家用的还是这款 冰箱 但有一点我是认同的 就是因为二胡 他这个音色独特的魅力 会有那种沧桑感 在乐曲声中 我会听到青春不在 会想到曾经的那个 追梦的男孩 可能有一天 渐渐地脸上也有皱纹了 然后两边也开始长了白头发 有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但是有时候仔细坐在角落会想 我当初的梦呢 为什么如今 还上不去春晚呢 开玩笑 亚燃在刚才用他最喜爱的乐器二胡来演奏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所以由这首歌 我们现场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其实呢 在我的内心当中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其实也是我刚才我听这首歌 想要落泪的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一出场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了 我说亚燃真的很漂亮 一米七一的大个 然后站起来 然后亭亭欲立 就像一个模特一样 然后你在演奏乐器的时候 会让你本身颜值就很高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还要加分 但是可能谁能想到 就我和亚燃 目前站的这个距离 其实亚燃是看不清我的 好 是的 是的 我的视力很差 左眼是0.07 右眼只有0.03 所以我站在这里 只能看清杨帆老师的轮廓 神情啊都看不到 我可以形象地提醒一下评委 0.1的视力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那个视力测试表 最大的那个E 最上面那个E 是0.1的视力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再想象一下 0.07和0.03 对于亚燃来讲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觉得 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他的音乐为什么那么大动人 因为他的内心很干净 他不会被眼前很多的事情所干扰 所以他在演奏二胡的时候 他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当中 是的 是的 我有的时候也觉得 虽然我视力看不清楚 但是音乐却让我像另一双眼睛一样 看到很美好的世界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视力变成这个样子 我是五岁的时候 发现视力有点差 然后去医院 最后确诊了是少儿眼底黄斑病变 其实黄斑病变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得的病 小孩很少有 而且我这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视力会越来越弱 而且直到现在国际上 都没有很好的方法能治疗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虽然我视力不好 不过我的家人呀 我的父母呀 都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给了我很多 让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特别是像二胡 很多人都觉得视力不好 学二胡多费劲呀 而且眼睛不好 学这个有什么用干嘛呀 但是我当时告诉父母的时候 他们很坚定地就带我去学了 但我相信爸爸妈妈 在决定答应你的时候 他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是的 可能陪着女儿学二胡 会和陪着像其他的家长 陪孩子是不一样的 是的 像我看谱子 其实非常费劲 那时候复印技术比较差 然后我拿到谱子的时候 都是爸爸 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 非常的大 而且那时候练琴 都是爸爸带着我去 他要求我非常的严格 那时候 我妈妈都不忍心 在家听我们练琴 因为他经常会骂我呀 有的时候还打我 妈妈会心疼对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他们这样 一方面是关怀 另一方面对我严格的要求 我才能有今天 我相信说到这评委可能会不信 亚然这次来参加越战越勇 自己一个人来的 对 因为爸爸妈妈上班那个单位 特别难请假 所以我就自己来 但是这条路我特别熟 我很小的时候 就十四岁的时候 就从青岛坐车来北京学琴了 就一个人 自己坐车 前几次他们带着我 因为我眼睛看不清那个路标啊什么 他就告诉我出了这儿 然后看见哪个门往哪拐 然后怎么出地铁 然后到老师家 到地几个路口 然后就这样 大概三次以后 就是我自己来了 早上最早的一班车来 然后下午上完课 晚上在最晚的一班车回去 第一次自己出门的时候 还记得吗 会害怕吗 会 非常紧张 特别担心那个坐错了车 因为坐错了车 对我来说特别常见 公交车离我很远 然后我都踏到我面前了 我才能看到他 有的时候等我看到了 他已经过去了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上错 不过现在这么长时间 我已经找到了适应他的方法 就出错的概率会少一些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回想 不是我们的父母太残酷了 太严格了 如果在你还小的时候 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你 有一天当他们老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对不对 是的 所以生活逼得你必须成为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 对 我们看到身后这个满满的 这一落一打的火车票 其实就记录了从14岁开始 魏亚然一次一次地从青岛来北京 这样一个求学的历史 对 这是留下来的一部分车票 其实这一段经历当时虽然艰苦 但是我觉得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呢 而且我觉得亚然她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还在于 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姑娘 是的 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 虽然我视力比较差 大家觉得我不幸 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我人生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 总是会出现一些人啊 一些事 帮助我 让我变得很坚强很勇敢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高考 因为其实高考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挺大的 很大程度上我做那个卷子是有些题并不是我不会 是因为我看不到它 所以就要放弃它 而且在考场上我听到别的同学都在写 然后我就 你会很着急 我非常着急 我很难受 然后但是临高考大概两三个星期的时候 我爸爸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国家出台的 为残障人士参加高考所设立的一些便利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灯啊 可以带放大镜 而且时间有延长 还有自己独立的考场 当时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当时就觉得大学的大门好像已经向我打开了 对 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政策呢 我觉得关怀吧 才让你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心中的名校 中央民族大学 是的 而且四年的本科学习之后 成绩过于优异 成为了同年级当中四个保送名额的其中一个 保送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是的 好感动啊 听着 好励志 对 特别励志 就是你看我们可能在感动在流泪 然后她是一个特别淡然的一个状态 因为她很满足于她今天所有的一切 然后又那么的坚强 真的是给这个姑娘点赞 而且你的二胡真的超级动听 谢谢老师 我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的表演 好的老师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您 谢谢 而且我觉得通过亚然的故事也再次告诉我们 其实有一技之长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是的 是的 她真的是从我六岁的时候就陪着我 到现在我因为她 我才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变得格外精彩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不会来到我梦梦以求的学校 没有机会站上那么美丽的舞台 我也没有机会到很多城市 很多国家 当时我带着我的二胡去像马来西亚啊 日本啊 还有法国去演出 外国的人都特别喜欢 他们特别喜欢中国传统的乐器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自豪 就是付出了多少心血 那时候也都觉得很值得 加油吧 亚然 我相信你的明天会更美好 谢谢老师 你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虽然我们整个这个访谈的部分 由于一开场啊 你已经拔了一个膏了 对不对 已经演奏了我的乐曲了 其实按照道理来讲 后来很难有那么一首歌 能够接住这个部分 但是毕竟我们节目呢 是一个唱歌的节目 我们还是想听一听 是唱我那首歌吗 języ100号 声音音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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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